我来看一下今天小狼还是带来咱们的这个三国战绩之秒杀片啊这一次的秒杀呢为什么一定要做呢 我记得上一次做情仰和妮子的视频应该是在过年的时候那次应该说那时候比较坑嘛 从神坑小狼嘛在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是在元代啊那时候是元代还不是我此次不是新年的啊 反正懵逼了啊不管怎么样呢这次做的呢跟之前不一样这次呢咱们的这个视频创新力度呢是利拔山西气甲是天王难度啊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天王啊就是可能很多人一直不理解什么他妈的叫做天王天王难度就是你从小没玩过的三国战技难度啊 可能你们从小玩过三国战技有一样的有一种难度啊叫做这个客顿难度啊 这些说难听点就是普通难度那么有非常恶心的老板呢一共会做出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把你这个游戏的难度呢啊调成困难难度啊听明白了是困难不是天王难度啊 这个困难难度呢调完了之后啊然后呢这个咱们玩家呢受到伤害稍微增加一点点 而且怪物的AI呢也是会稍微的牛逼一点点啊但是反正这种意思啊只值仅此是这个意思 但是其实它并不是最高的难度那么还有一种呢把游戏调难的方式呢就是就让你让你上来就一个人啊就比如说你住个量上来帮上面乘以零啊 这种做法也是非常极其可耻的但这种做法的跟难度是没有问题的对于一些咱们说菜鸟啊不允许你出现失误你不想你死人了啊 不好意思对不起99.99万死了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哎没奖命啊这个意思啊当然了据说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把奖命给调没了 但不管怎么样嘛咱们这次做的天望难度呢是好像调调的好像是需要进入基板并且这个还还要打出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才能给调出来啊这个反反反挺难至于怎么调呢好像我们曾经啊这个在停台开发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是这个了解了一番啊调成天望难度就跟这个就跟这个极难度一样 极就是极难就是像西游社传里面就是因为它都是IHS的游戏玩家极难度的话就是超极难说来点超极难的肯定是比较难要牛逼的许多啊是吧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看一下船中的天王云聊二十来自于景仰和尼子这个视频呢也是拖了啊能够将近三个月啊小王才是做啊因为之前呢这个毕竟啊咱们秒杀做视频比较多 呃但是从来没有做过几次类似一项天王难度的表演而且是新型的打法咱们这次呢看看船中的平台第一单身道格啊这个景仰啊还有这个车中的这个妮子啊其实他妮子的名字叫干死你啊这个这个你懂的就是说白了可能为了和谐啊干死你不敢不敢血啊这个啪啪啪不让起这个名字所以说行就叫干死你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死你是谁反正是啊反正是妮子啊啊景仰的大家都知道景仰这个咱们你看英雄联盟里面有个解说啊就这歪啊 这歪就行养的意思啊翻译过来就是经义对吧啊好了看看现在这边是第一罐的关底其实啊秒杀了咱们跟大伙说啊秒杀看起来呢啊他有意思的地方呢是在于秒杀那一瞬间的快感呃呃呃就好比就好比男人啊耕耘了好久 今宁处出了好久啊就是为了一次对吧最后的那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不管怎么样的对于咱们咱们这个两个这个爵士高手来说呢你看他俩牛逼火火的 其实他不可能包括普通难度没有任何人说我敢保每次都没有二十或者是十九但是他俩呢啊这个应该说啊这个达到天王能打二十也并非这个难事 因为在尤其是在这个比赛的时候呢他们他们也是频繁十九并且获得一个猫猫这是什么好了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啊这个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事实就是这么个事实那么我前期给大家卖个萌然后咱们快进一下啊这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然后两个给蒙她我来说的我的师父姐同生就没有逃到奔放大一只这一只中四季开训姆啊好了这个他快进我就帮他说一下让我说别快啊然后这个前期卖个小蒙因为小郎呢这个小郎只是想告诉你呀 什么叫做成功什么叫做失败好了看看这边赵呀回声先报及大方刚才的失败是由于张犹啊这个追递呀没有成功啊我只能说太子的弟弟叫太大学名叫太监你懂的好了大盒回声雪沙上就这个追递没追好啊 别给我衣服扯坏了 血沙 好了 调起来 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个 奎莉娜了 当然 怎么可以看到 说成 他就是成啊 这个 你也你也不管 说不成呢 也会出现失误 第一关就会出现失误 我只 我只能告诉你 大 这个大侠 或者是大神 或者是不管什么样的高手 他也有心塞 心塞的时候 知道吗 就是 就是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牛逼红红 牛逼闪闪 其实呢 这个背地里啊 失误了多少次 你们都不知道 你们懂了啊 好了 看一下这个米苍山 这个第二关 其实你看 我给你们讲的是 何被秒20 从头说到尾 就明白了啊 第一关一个暴露 第二关两个暴露 第三关三个暴露 这个 我就不解释了 可能你们都有印象 第四关两个暴露 很多人第四关不是四个吗 不是啊 第四个就两个 而且还有一个可以跳过 啊 你懂的啊 所以说呢 这个前四关 一般来讲的 除了 除了这个 吕蒙之外 都是可以卡住兵的啊 貂蝉不算啊 貂蝉不用卡兵啊 没有兵啊 别人看着貂蝉就跑了啊 然后这个 这是第一 还有一个呢 就是第五 第五关 就是传说中的这个 这个大仪 十丁州之后的 这个火烧蝉影 啊 就是那个 就是传说 就是陆逊 那个啊 就是 就是 我还是太年轻了啊 那个 他的那一关呢 其实对于咱们 这个高手来说 也是极其容易 出现失误的一关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 他们打 这个 沙漠科 呃 吕布 吕布呢 很多人说 吕布很简单啊 吕布就是因为 他太简单了啊 容易装逼 食物啊 对于义出现失误 然后就没有燃后了 因为吕布也不用卡兵嘛 啊 其实不管怎么样啊 是出现失误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当然 当然做录像的 就是 可以忽略这个话题吧 基本上可以 可以选择是忽略这个话题 然后咱们看 现在血骨道 啊 这一关呢 一会是要秒 那个 车里级 车里级呢 都是周知啊 传说中 这个 呃 这个 羌族啊 也说在这个五胡乱华当中啊 也也 这个也是 也是出现过一次啊 的晋朝啊 之后啊 咱说这个呃 咱说这个和这个东晋啊 并立 但是实际上的这个 这个枪族的啊 在最开始三国时期 那时候也是也是在这个 咱们说是中华当中啊 赞露头脚啊 最开始呢 一直在以枪日为中心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侵入华下 不能说侵入 也说骚扰华下集团 同时呢 这个车里级呢 是一个一方这个枪王 他的部下的 大家都知道 一个叫越级的啊 这可能在咱们三国战级的 最后一关才能看到啊 这可能不知道的 的这个部下啊 这个越级是这个车里级的 长官一样啊 其实呢 正常来讲 咱们不管这个怎么样吧 其实这个三国时期呢 后面的枪王也有啊 你像枪王还和这个 这个这个传说中的这个 后汉啊 咱们俗称为这个西蜀啊 因为西蜀 按理说 他应该不是正硕啊 所以说这个西蜀的话呢 也就是说 什么情况啊 情况就是啊 就是就联联合 这个枪联合枪族 然后呢 并入这个 并入中原啊 结果这个 啊 这可还还好啊 没有成啊 如果成了之后 你说枪族能从这个 所谓的后汉身上 能获得什么的好处呢 咱们谁也不太清楚 对啊 所以说这个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故事 然后咱们看看 现在这个彻底级 这哥们呢 我记得小时候就滚 我们都管他叫马 这个这个马啊 不知道该怎么跟达伙形容啊 反正是上来 就是离子儿死了 呃啊 爆气 反正呢 对于我第一次看秒杀的时候呢 真正的秒杀 如果真说的秒杀啊 一秒之间把人杀死了 这就叫秒杀 但是为什么 我的意思 但是为什么说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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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所有的都叫秒杀了 就是这个暴死啊 没有任何几率和机会 能够反抗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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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选手啊 或者反抗这个 咱们人脑的这个这个这个连招啊 一招被连死 这个叫做这个就叫做传说中的这个秒杀 但是这个马呢 是正了把酒被秒杀的第一个 而且你可以看到 死得很惨 咱也不知道啊 这个自从有了秒杀 这个自从有了秒杀 这个男啊 这个这个玩法之后呢 你会发现很多暴死都非常悲惨 咱们来统计一下啊 这个马王 那双生中这第一个啊 这个被被被被秒的 然后呢 这个再有呢 就是凋缠 这个凋缠也是被秒的 其实说的实在话 如果是赵租啊 这个赵珠组合的话 赵云诸葛亮组合的话呢 那就更简单了啊 赵云诸葛亮组合的话呢 你想打那个 你打那个 传说中第一关的孙姬啊 也就是 香姜姐啊 香姜姐啊 你你你你也随便 你也可以用通过升级秒杀的方式啊 但是这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来 我们看这个走反路 他走反路呢 这个秒杀走反路的目的啊 就是有这么一个传说中的这个啊 有这么一个传说中的酒结让 这个酒结杖呢 有什么用处啊 那肯定是要秒这个疑惑而而用的啊 当然秒这个吕蒙呢 在新打法当中 我们要吕蒙也是可以啊 也是可以这个把吕蒙的这个 酒结杖也撞出来 一般来讲云飞组合是壮的 那知道吧啊 所以说呢 咱们看现在这边这个第二关打死鸟王马王之号 马上就是这个 什么这个那个老师这个那个的啊 反正这个吓蒙也是曾经是大神当中的这个 应该说大神的这个玩物 这个菜鸟的克星小狼经常会惨死在这个吓蒙的铁 这个应该说铁刀之下啊 一个看刀小狼就懵逼了啊 但是事实上呢 不就不用管他啊 事实上的对于大神来说呢 打他就这么玩一样啊 就是因为因为咱们都不会卡兵 因为咱们都不会卡兵 大神是会卡兵两个弓箭手 而且你也可以先打死一个 你不用说这个 你不用说非得卡住两个 你打死一个也可以 所以说那个卡起来就异常的简单吧 咱们也不用管他了 而且很多玩家呢 可能看他们玩这个秒杀呢 很很少能看见是王平那个洞 为什么不要王平那个那个酒壶 啊酒壶多厉害呀 你秒杀啊 不不用因为酒壶在第三个会给你 而且这个如果要是这个黄中啊 或者说是张飞的话呢 还有一个可以可以吃这个酒壶的 暴气秒杀方式啊 当然这个也有这个东西也就是用在哪呢 基本上就是用在那个马王这个越级 因为马王越级 来吧看 现在呢 这边是这边是马上到关底 关底呢 对于咱们大会来说啊 这个呃 可能前期一堆铁亚铁亚兵都挺难的 我记得小的时候好像很多人 他他本身是满血 他在小动物那关 本身是满血 就打了一四的小动物啊 一只猪 一个兔子 一个小小蛤蟆啊 我们叫小龙啊 然后这个再有呢 就是谁呢 再有就是那个啊 一个小乌龟了 在那呢 觉得好像都是 觉得满血就打满血了 为什么一到这个下回渊症 感情血非常少呢 一是这个铁亚兵挺难的 二的为什么他难的因为因为吧 你要秒他 你要杀了他很简单 但是你要对吧 你要对吧 你要长气就难了啊 你看这个天王难度呢 咱们这个刚刷上了一个病 就不是普通就不是刀兵了啊 就是这个铁亚兵好的 一个毒晕的挺好大风展翅 前前锁大风展翅捡起来 这个谁捡都可以 因为两个人都可以吃啊 当然也可以交换啊 也可以这个说白了 也可以交就是就是扔出来 我捡也可以 因为因为张辽和赵云 两个人都可以使用 这个都可以使用 这个这个这个咱们传说中的 这个赵安壮 所以说呢 他就无所谓了 你像那个张飞和关羽 这个就没办法了 这个基本上呢 赵安壮在第一关孙 这个孙上阳给你这个赵安壮之后啊 你只能运作于什么呢 你只能运作于这个咱们第二关 关节的秒杀 因为你用不用 也点用了啊 用不用也点用 你不用你 你也不能持续减两个 假设啊 咱们所有的大宝啊 能这个能能重叠的减的话 咱们的玩法啊 我可能我可能感觉很变态啊 这还有一点 就是如果说假设四个人玩 假设四个人配合 你比如说咱们有孟患秒杀方式啊 孟患秒杀 就是三个人秒杀 比如说这个赵云 祝亮啊 还有这个张辽 如果说你再加上一个关羽 或者你再加上一个什么什么人 你会觉得是不是很好恶心的啊 就是好变态的啊 这个这个所以说有时间 如果有时间有能力的话呢 这个这个联系警仰啊 他们啊 打一个就 你就研究一个这个 船上中秒20的路 录像啊 就是四人秒杀录像 如果有机会来秒下 我觉得应该挺有意思的啊 当然了 咱们那都是后话了 这次呢 咱们看一下第一关 第一关呢 咱们看关底啊 咱们不是说看关底 第一关咱们说看那个 对对对第三关啊 第三关咱们说看这个关 有两个大体方针的路线 呃 这么说的 哪两个大体方针路线呢 一个是走下楼 一个是走上楼 事实上 咱们永远啊 在秒杀的过程当中啊 你记住永远没有走下楼的时候啊 你你一般就走手 就几乎 不能说几乎多有 正秒杀他就是走上路 但你走上路呢 就是嗯 怎么说呢 因为就是能秒梦霍 多了咱多秒两个嘛 对吧 要不你就把那个杀死 然后你还少个宝 没有必要啊 没有必要 咱们走这个上路之后啊 你会发现暴死啊 梦幽 然后夏侯顿 以及张辽 这些两个斗 这三个斗 人家说对于这个 咱们玩家来说呢 比较难秒的是张辽 而这个夏侯顿呢 也是蛮坑的 夏侯顿他在坑在哪呢 就是坑在就是 你可能在骑手的时候吧 就这个毒啊 你运气好啊 你怎么地都行 骑手起得好 怎么都行 运气不好 没办法呢 只能强行的进行脸 比如说不用这个毒 你强行 比如说赵云一般 就是单一骑手 这么脸的话 极有可能在战位上 会出现失误 所以说爷爷有时候挺坑啊 咱们就这个意思 好来看看这边呢 是有小兔 小兔之后呢 出去呢 咱们就就来到了 这个孟悠的地界了啊 其实他这个 他的路线 我是看不懂 首先呢 你这个 你这个地方呢 先是 你先是走定军山汉中 然后呢 又走杨平关 这个剧情安排 好像有点懵逼的节奏啊 然后同时 咱们不管 不管什么关吧 同时 你会发现一件事啊 就是说对于 对于这个剧情来说 好像你梦幽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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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说 这个 这个汉中争夺战的 这个 这个当中 应该是不合情合理啊 因为正常来讲呢 是这个 应该说 跟这个 跟这个 孟氏家族啊 就是孟 老大呢 是是一个 一个 一个哲学家啊 老二的 就是孟 孟祸 老三是孟悠 这这个 跟这几个兄弟 一般都是在汉中 正多战的时候啊 你说白了 又这 这个 争取这个汉中的 这个 陈敏的 这个 陈佛的时候啊 应该说 咱们咱们才有交往 你在这儿 就出现孟悠了 我绝对 最可耻的是 在荆州城里 有孟 孟祸啊 这个 嗯 觉得 觉得 反正剧情安排的事 比较牵强啊 比较比较狗血啊 比较狗血 他们就不去解释 好了 挑A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酒胡萝卜 也就是杜康酒 他们大家会都了解 然后这个杜康酒呢 就要给这个张辽吃了 因为张辽呢 他没有像这个关 这没有关羽 有关羽啊 他没有这个张辽 他没有这个张飞的能力啊 没有张东西 同样姓张 但是他们 他不能喝酒啊 不像那个张张飞 豪气甘云啊 喝酒 而且这个游戏呢 他在一些宝物的这个设立上 也是挺不错的啊 你看历史当中的啊 最开始呢 这个魏延在做这个基本上 在做副先锋 或者副将的时候呢 他一般呢 就是这个就是就是为了 就可能诸葛 可能是这个先锋先锋官啊 这个没有 没有一个让他想要这个 这个受货功的这么一个行为 所以说一般上的韵粮 他每次呢 都会给这个张飞带这个酒 所以说呢 你看魏延 谁想一死的时候有杜康酒 也不如围棋 说起这个杜康酒啊 最后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好像好像有这么一个典故 说说这个 你看曹涛说这个对吧 这个唯有杜康吗 这个曹涛是这么说的啊 这个合一解忧啊 合一解忧是哪个忧女忧的忧是吧 一个一个这个梦忧也是啊 一个叫忧的一个叫忧的男人啊 你说你到底是哪个忧啊 但是咱咱不说啊 就说说这个传说中啊 你看这个这个这个难度啊 传说天王 说这个叫梦啊 不是梦又说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杜康酒啊 也有一个典故 咱们呢 秒完这个梦又啊 小狼呢 再给大家会好好讲一下 但是这个说好好讲 也就这么回事儿 这个说只剩是点过他 真假吧 咱咱就不得而知了啊 好了 一个小土雷 然后准备好飞轮 其实能卡边 他天王难度也无所谓 谁会爱想谁 怎么别闹了啊 这一个铁头弓撞不少血 这个天王难度啊 你可以看到啊 轻松爆气五个大棚 然后赵云要跑到树的左上角啊 跑到那个位置上 哎 调起来 这个基本上属于骑手成功了 就会成啊 一个叫幽的男人啊 这个你懂的啊 然后咱们说这个杜康美酒啊 这个醉刘灵 应该是正常不懂就留什么啊 刘灵还是啊 就说这个刘灵啊 自己号称自己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酒量惊人 牛逼得要死 结果呢 路过这个杜康的酒庄 然后那个杜康啊 说这我这个我们家 美酒牛逼得要死啊 说这个我家这个酒啊 说说你喝一碗 你就已经这个已经醉了啊 喝三碗呢 你就已经对吧 睡了啊 然后这个这个 你再喝五碗的话 你就已经就 你就你就要醉好 就剩好几十天啊 你懂的 甚至好几百天啊 把牛逼吹吧 这玩意就跟三碗不过岗似的啊 对吧 你你你懂吧啊 然后结果这哥们说 我擦你这小广告语 整的我就不服啊 要亲身试法 结果去了之后呢 喝了能有喝了能有能 能有喝了十杯酒吧啊 确实自己觉得不行了 你这酒牛逼要死啊 这个喝完之后呢 醉妈哈的溜达回家了 跟她媳妇说不行了 我喝醉了 我喝多了 那个我马上都要死了啊 我临死之前啊 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啊 什么这个什么要求呢 这个我这个要求就是啥的 就把我跟酒葬在一块啊 因为我这辈子好酒 结果呢 说完之后就没气了啊 没事之后呢 媳妇行行行行行 这对吧 自己丈夫吗 对吧 这这个这个吧 就这么一个爱好 赶紧帮那是古代的时候 说女性啊 这非常尊重男性是吧 不能说尊重 他应该是这个那时候 咱们那时候女性的低微 比较低 可能是啊 现在他们是男女平等了 现在基本上就是女人 欺负男人了都是吧 似乎那个时候是哎 他就给他就果然是给酒 �到一起 然后呢 这个这个放下放下来 这过了几十天 这个之后吧 这个这个杜康了 就是这么说之前有个人喝了我对吧 好像十万九啊 那么不付账就走了 后来我听说是谁谁 我得去找他找完之后 说说你家对吧 就找到他媳妇 你家老公这酒 在我这喝的对吧 你酒钱还没付呢 这真媳妇一听你个爱千刀的啊 让我守活果啊 这是我这 我这死就死在你酒上了 你还跟我要钱 呸给你钱 就是傻的声 喝酒怎么能喝 不可能 都说那个咋 咋回事儿 他说那个想跟酒 咋回事儿 嫂子你怎么这么多 你这事儿是他喝 他喝醉了啊 你把他叫醒就完了啊 结果呢 果然一去这个 对吧 埋的地方一开盖 啊 说那个 说那个 哎 赶紧一拍 赶紧我醒来吧啊 果然啊 果然就醒了啊 醒完之后 你都不想喝酒啊 当然这个故事呢 听起来有点假啊 这个 我只能说不是有点假 就是 反正这就是广告效应吧 咱说传说或者典故 不是 疯疯变外的东西 都是为了丑作 啊 这都是丑作啊 正好比现在 一说灌溪和阿娇 立马就三个大字 烟造门啊 而且你还会扯 扯到什么张伯芝啊 什么谢霆锋的王菲之类的啊 你这玩意对吧 你我也不就解释 真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这 这就是属于丑作效应 对吧 对吧 你改改名小狼 要丑作一下啊 成一个小狼门 是吧 这个 但小狼门应该 应该不是很给力 哈德门比较给力是吧 但是这个 一说起烟草的小狼 因为不得不吐槽一下啊 这个烟草最近涨价了啊 我只能说啊 你说你你能把烟草能涨价 什么时候啊 就像我媳妇说的啊 就像你们狼嫂说的啊 烟草涨价了 你有本事一盒一千啊 你这是对吧 因为你有本事一盒一千 你涨几块 你无非只是想多收点 烟税而已吗 何必呢啊 对吧 你打着这个这个 这个禁烟的这个口号啊 你你你何苦给人犯烂了 你只能为造成两种结果 一种结果呢 大家伙还是要拼命赚钱买烟啊 这个没有起到什么样的 根本性的作用 这批第二呢 就是假烟增多啊 不仅本质烟就已经 够伤害身体了 何况是假烟龙小的吧啊 好了 看看现在的天王难度 你看 你看这个血量张疗费血 被捅一下张疗费血的血量 这个就是真 就是天王难度 你看起来好像多不了多少 你试试提亚兵 你再试试那个 吓猴渊的看刀 你试试 这个百分比 再比起来 这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了 好 这关是张疗 张疗秒杀呢 也可以卡路兵 咱们呢 首先 想扎死一个小枪兵 回身一扎 好的 然后马上走到反身位 再把四个这个 这个小刀兵给秒了 这里面显现是五个啊 把这个五个刀兵给秒掉之后 咱们看这个地方 赵云开始秋气 秋气的话呢 一般就是四招一试 然后马上就会重置这个 这个这个血量 好的 看一下下蹲 一个土雷之后 张疗升级 准备好升级加暴气 但是这一点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他这个升级加暴气呢 可能这个张疗的本身呢 张疗他的这个 张疗他本身的这个 可能是不怕这个倒暖昆轮 所以说呢 他基本上你升级加暴气 加倒暖昆轮 这么变态的连招呢 打他都费不了多少血 所以说这个可以看到 每个这个 IJS游戏还是非常良心的作品 真的是很良心 因为他牛逼在哪了 就是说 每个暴力他怕什么 他弱点是什么啊 都你比如说怕电 怕冰 怕火 比如说吕布怕火 对吧 左磁怕火 对吧 你像这个黄盖 沙旺怕冰 像是这个 魏延马 铁甲怕电 包括像很多怕暴的 你像怕暴的 就比如像什么 这个这个司马仪啊 爱买提啊 不是 这个司马仪啊 或者说这个 你比如说像那个 像这个孟霍啊 孟悠也一样 那在孟悠的时候 就没有那个抱怨的剑 没有抱怨剑 咱们只能这个 当然 但如果你非要用这个 盗者昆轮打的话 有点浪费啊 确实有点浪费 你只需要赵云 抱一颗气 都可以单秒他 所以说无所谓了啊 这样的话的话 马上第三关结束 就是第四关 第四关就是 俗称啊 俗称的这个 千古 千古一关第一坑 为什么叫千古第一坑呢 基本上你看到 所有的秒杀 不管是高手 还是大神 还是菜鸟 基本上在这一关啊 这个什么 呃 就貂蝉啊 什么吕蒙啊 容易被坑啊 被坑几率略多 呃 这个 唯一被坑的理由呢 不是说他们技术不辣地啊 就实在是运气不太好啊 比如说 骑手起的不好 把所有的毒瓶飞轮都用光了 都没起到骑手的作用 那你说 那你 反正反正也是跟技术有关系吧 这玩意 你不能说光说点也不行 你光说点也不好 对吧 就好比那个什么 你好比那个 好比你说这个 你比如说 你说这个 尤其是 赵云秒杀啊 这叫貂蝉秒杀 貂蝉秒杀 你秒十四 好像好多人都都秒十四啊 小狼做过两次 貂蝉秒十四的这个视频 但是你貂蝉秒十四 如果 秒十四呢 对吧 你如果在下直播打的话呢 也很难说成功啊 一般就是 十一个左右 到十四个呢 应该说比较难啊 但是再难 还比这个赵云要实在的多啊 比赵云要简单的多 咱们这一关呢 这个说到这一关呢 咱们不得不说啊 这一关不就是 就传入了白衣杜江 不就是讲了 这个吕蒙的事吗啊 但为什么白衣杜江 怎么 莫名其妙出现这个 反正你出现关羽 我能理解啊 然后反正是 反正是他已经偷袭成功了 你怎么能 你怎么能夺回去 就是这个事啊 反正我感觉 反正挺假的啊 这个咱也不输了啊 其实我 我还有一件事啊 我一直不理解古代的这个 古代的这个用兵之力 到底是什么啊 你比如说四城之力 比如说这个四方城啊 就是整个这个城市里面的啊 都是啊 整个这个城市里面的都都都四周是围墙 哎呦东南西北门 然后呢 老百姓住在城里面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官兵住在城里面 我觉得这个有点假吧 你看电视里面一看工程 哇哇的对吧 你上上上就是三国三国演义 你就上梯子 我觉得多数还是有点不太靠谱了 没有山区人 没有啥的啊 这个然后你蔬菜你给哪种啊 对吧 你中地给哪种啊 你这 你还得有一派 有一队军队保护吧 我一时我就有个心中 有个问号 我不理解啊 反正是这个 这个不能光老 老看史书啊 你在看史书的过程当中呢 你得先看看 这个这个这个过去的 这个这个什么 什么军营建设呀 什么城市规划呀 你得有反正 你得有这方面东西啊 任何一门科学都不是 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来吧 看看准备打这个 这个刁蝉和比萌 刁蝉正常来讲呢 这个就是说话 就是等等等等 两个灯打完之后 就可以等等了啊 就可以打这个刁蝉 刁蝉呢 鸟杀呢 其实主要看赵云 如果不是诸葛亮的话 主要就是主要的 就是赵云 他对于这个 咱们这个这个 这个分数啊 就升级了这个把握 他需要这个最 需要最后一次呢 是先这个 起手啊 比如说起手毒 然后呢 盔蝉刀了起手毒之后呢 咱们可以用赵云的这个 斗云 昆仑和升级暴戏 同时呢 这个调起来之后呢 赵云反式未升级 再把这个 叼蝉给调起来 其实最开始呢 这个如果 如果是这个 如果是诸葛亮的话 就可以这么玩 但是如果是其他人的话呢 就就就就就就不用了啊 其他人就就比如说前级起手的时候开 他可以来点什么白荷亮赤 大鹏赤 之类的东西啊 就是加点加点伤害 因为毕竟每个人都不一样吧 对吧啊 好了 准备打灯 打灯的话呢 这个 你只要在快速的时间呢 把这两个灯给打灭 有两种打法啊 一种就是跳起来 打一下 然后跳到另外一个身上 再打一下 也可以在中间跳起来左右 但我不建议在中间那种那种玩法啊 反正打灯这个东西 小的时候在无 在游戏厅里面啊 无数次啊 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就是打灯的时候 这个出现问题了啊 这个结果 本身 本身一般人通关 主要靠的是什么 主要靠就是客顿 结果没有太平清岭啊 这一下 这一下就没贼了 这一下没有太平清岭 克不了顿 然后很多人通关 这很多很多人有这样的 但你如果说你选诸格亮的话 这个相信相信一般都能通啊 只如果说有的人当时啊 就是不想选诸格亮啊 可能游戏厅有一种那个潜规则 什么潜规则的啊 就是属于好像 好像谁选诸格亮就瞧不起的啊 所以说经常会有些人选什么 刁蝉张寮关羽什么 什么张飞啊 甚至是选什么 那个时候选那个魔张飞啊 咱们叫咱们叫超张飞 或者魔法张飞 或者叫红张飞 因为血少所以容易死啊 所以说那时候选就为就是选 他就是为了装逼啊 就是为装逼啊 这个也不也不为了啥 其实其实小的时候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重量啊 都挺喜欢玩的 重量厉害嘛 好玩嘛啊 这个而且能吃属性剑 拼拼的啊 对吧 一换剑 牛逼要死啊 都都都想玩这个啊 都想玩这个 当然其实呢 这个呃 因为游行啊 只有一个三国战机 他不像现在咱们这个对吧 在网上平台玩 或者在模拟器上玩 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对吧 就是这个 而且那个时候玩法 可能千篇一律呢 只有一些类似于像 客顿呢 什么什么什么 说白了 就是通关 其实通关 能通关就行啊 对吧 一命啊 不死人 或者说一臂啊 怎么 反正你能一臂 怎么都行 但你要玩这种 现在咱们这种玩法呢 确实颠覆了 咱们当时三国那个 但我这个颠覆 属于良性颠覆啊 来看看 现在分数控够了 赵云控好了分数之后 现在准备好 这个正常 应该是要放傀儡娃 然后把他定定 握住 让他背对 让他背对着这个墙 背对好了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把他定住 然后哎呀 这话 就要必须要等他落下来了 一个毒 好了升级 暴气 这边升级 跳起来大棚蜆翅 跳在大棚蜆翅 倒转护轮 这时候赶紧往左跑啊 被被门吸引起了 好了 看看落地的话 两个人吃书 不要吃书 吃错了啊 这个因为刚才刚刚是用 升级和暴气呢 这个爆完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 张辽一定要放太平药术 并且这个赵云不要加入啊 放太平药术之后呢 把这些蛇呀 鹰啊之类的啊 全部变成5000分 一个鹰一个蛇就是5000分 那看见没有啊 这就是五这个 打了打了这么多分之后呢 就是让自己在打这个吕蒙的时候呢 还会再升一级 因为只有升级暴气重置这个赵云的道转困轮才是牛逼料死 你看赵云呢 没事还能卖卖血 天王难度的卖血啊 这个确实不好掌握啊 因为你卖血卖的这个费血非常多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 这个一定要算好 任何的一个气啊 都不要放过 而且这个分数呢 直接影响到赵云的这个 直接影响到赵云的这个技术 有的时候吧 你看很多很多情况下 比如说 描某些怪物的时候 你发现你 你你你你你你十级就能描 你九级就差一点血 这个就是极数的问题 这个就是极数的问题 所以说一定要小心的啊 这个有的怪 有的地方需要你长气呢 你就在长气 对吧 你不能 尤其是张聊 或者说其他 其他的这些人 比如说诸葛亮 张聊 张飞 你该让你长气 长分的时候 你就刷 你就刷 不让你长的时候 你尽量不要跟张 就跟这个赵云抢 所以说秒杀的主要讲究配合 他难解不仅仅在于这个对吧 人物之间你你捡哪个宝 我捡哪个东西 再打冰空分也一样 打冰空分也一样 你看现在赵云呢 他就需要最先把需要两颗气吧 就是赵云现在啊 需要这个搓一搓 杨一会儿还要再再挑 用挑的这招的话呢 就非常牛逼了啊 就是可以无限长气 但是不长分 尤其是不长分的 在控制分方面上 也不会出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数据一出啊 就说完了 就你你你你不小心升级了 或者打到那个地方 秒杀的过程中升级了 那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 来看看现在这边的 这边呢是 两颗气呢就够了啊 首先呢是准备好飞轮 然后飞轮之后呢 爆气爆气之后 咱们还无限的撩气啊 这个说实话 这就是看看这个节奏 跟手速 说手速啊 有点扯 其实就是重复一个动作 好了 放一个盾说 把张疗卡成这个无敌 卡成无敌之后呢 看看这个一会儿呢 张疗还要再打这个 打点怪 让自己反正就是什么意思 让自己呢 有一个升级的过程 然后呢 在这个吕蒙 在吕蒙的秒杀过程当中的啊 先要留一个兵 这个兵一定要留 而且把它打成一个轮 能打死的过程 最好是这样的 好的 要秒了准备 飞轮 来将大鹏 好的 那边那边的小兵没有轻 但是好像有点卡的意思 升级 四连 张疗双追 下蹲 再一追 直接后前手 也可以双追血杀 也可以双追在跳A 反正怎么都可以啊 这个 你怎么追都行啊 你不用飞点 不用飞点追一次啊 追两次都可以啊 这样你可以看到 秒杀吕蒙 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简单啊 但是确实是 很难去掌握 你看 尤其是啊 他们打这个补浪费了 正常来讲的 如果你多挨点打 也不是什么坏事 反正你这些血啊 你都留着没有用 你要挨打的话 长气 你赵云 是无论何时何地 他都缺气的 面对一个boss 他最起码得用一颗气吧 你就面对这个梦幽 你也得爆一颗气 然后进行脸 对吧 你咋得爆气 你可以不用必杀 但你必须得爆气 对吧 你碰见其他的boss呢 对吧 你至少得用两颗气吧 爆气 然后倒转昆仑 反正是 想的非常多吧 这个打气呢 对于赵云来说 是非常关键的 而这个你看这个张辽呢 也要同时控制点分 他那要把分打回来 如果他分不够的话 你像这一关 他需要升级 是哪里需要升级呢 升级是需要 打左磋的时候升级 所以说在这关 到左磋期间 他既不能打得太奔放 也不能打得太猥琐 而且打得猥琐呢 这也比奔放好一点 比如说在打这个左磋的时候 可以利用左磋 这个刷左磋的时候 那个抱子可以利用打抱子 来控控分数 打抱子控分数 包括控制气 当然是那个时候 只需要这个张辽生意 一个气去按理说就够啊 也不需要他练什么必杀的 所以说看看 现在这边是走过来 这屋里面是有一个大腿和太阳丹精 非常赖的啊 你看天王难度确实 这个难点呢 不仅仅是AI问题 还有就是被伤害问题 也不仅仅是有时候 有的时候把他刷到冰里 是不一样的啊 你这个大家会儿能晓得吧 刷到冰啊 个数啊 什么包括刷到冰种啊 都不一样 这个对于咱们的这个玩家 来说啊 也是一个挑战 有很多地方 你记得气不一样 你记得分也不一样 你比如说你碰见这个 碰见这个怪物 不能说碰到怪我碰到这个小兵 如果碰到这个小兵呢 你算的分数不够 那样的话 你对用一些没有分数的这个技能 并且能打死人的技能去打 比如说赵云的这个跳上手 或者前手 这个招式呢 涨分可以用涨分来控制 可是你不能把把用这招 把人打死吧 是吧 这个就是这个玩天王难度呢 和普通难度吧 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这个在细微方面上不一样的 也很难去掌握吧 好了 这地方有很多小毒瓶 小毒瓶呢 不得不承认啊 在整个这个游戏当中的啊 这个小宝的地位呢 其实也是不可忽视的啊 小箭头呢 可以 比如说咱们秒杀玩法呢 可以卡兵啊 可以卡那个梦幽的兵啊 同时呢 咱们可以秒掉一些单秒的时候啊 可以秒掉一些倒乱的 这个扰乱自己秒杀这个图中的小怪 比如说 你秒杀一些卡住兵的时候 像什么 鲁蒙啊 露迅呢 这些啊 你就是哎 连一招追追地之前 一个小宝啊 或者说一个炸花啊 或者一个毒啊 怎么都行 反正这就有这么个东西 否则你秒下来就不 就不是很过瘾是吧啊 啊看这个六个毒已经满了 赵云 好了捡起来卡过来吃一个大腿 你看这个反正反正十个啊 也要掌握好吧啊 你就像我说的啊 小卖血卖血呢 长气儿 但你卖血涨气儿是长气儿啊 可是万一你卖血卖过了对吧 你卖过头了 然后你不小心在秒暴死的过程当中 被标暴死了 还没等着暴死暴补啊 你就已经死了 那就没谁了啊 这个情况就有什么情况 然后现在赵云呢 吃一个大腿应该是稳满的 说一会儿呢 我们下一个暴死呢 就要秒这个沙漠科 那传说沙沙沙沃科啊 这个沙漠里的最后一只鸵鸟啊 就是弄小了吧啊 好了 四个水冰怪 一顿单啊啊 好 这时候 你看张疗可以没事控制 准分 他这个没有着急要把冰打死 就明显就是涨分的节奏啊 一刀两百 他能控制准分 就多控制准分 然后一会儿呢 在打铝布之前呢 有一个小冰阵 小冰阵啊 是控制准分最最好的时候啊 那个小冰 我咱就不说血量的问题了 确实可能小说给人一种就是无敌的感觉 然后咱们看看接下来是 接下来沙漠科前面 赵云 其实赵云不用 他卖血也可以啊 他其实也不用卖的 因为你正常来讲的 现在三个气 然后打死他之后呢 下一个暴力是铝布 铝布的话前面有冰阵 你可以通过你高超的手速啊 来秒张脚筋 动住一下 张辽直接追地 前手一挑张辽是单秒的节奏 翻雷滚贴 暴气之夜再到转空轮升级 哎呦 这个升级 好的 好家伙 他这个 他这个配合 他这个配合是没谁了 这话张辽升级了的话 那么在左辞那个位置上 一定会要多话 多刷一段时间 或者说在这个铝布阵当中 也会多刷一下 当然 你又要打死 就是在在有限时间 打死那个先做出动作的边 然后呢 因为你要打出铝布吗 如果你不打铝布的话 你连二货都没有了 因为你懂的二货就是 主要的目的二货呢 是这个对吧 你有合十币 你进屋才有二货吗 啊 来 马上是这个 左 这个铝布 哎 减了三千分 不够无所谓啊 已经已经 已经过了 这个需要 到这个看分的年代了 深红色的啊 好了 三颗系留住了之后 蓝色 其实这个也可以用火桶打 他是怕火属性的啊 这个炸花的话 正常应该在提甲兵上 然后黑色的提甲兵 反正对于掌性方面上两个人已经都够了 准备好准备好毒瓶 两个人一人扔一个啊 去保安须 带毒啊 毒上爆气白和亮翅跳A 这个跳A很重要啊 这个跳A 他不在角落里面的话 你一定要这么连卡起来一条 还要练毕杀了 二锥三锥这时候是练毕杀的啊 大风展翅三连 回身血杀 小小起来大风展翅啊 直接到有空轮爆气 呃 请也不是也不是行 他最开始起手的时候 是没有在角落里起手 张辽减那个和时币 其实减和时币张辽是要减的 因为秒杀这个孟霍的时候呢 是赵云先去啊 赵云先去这个单秒啊 单秒到后后面的时候呢 这个张辽先进洞 这时候呢 这个赵云在后进洞啊 如果进慢的话就就惨了 看看马上是里蒙 里蒙也是一个不里蒙啊 这个马上是陆迅啊 陆迅也是一个这个 卡不入冰的这个人 卡不入冰的话呢 双秒还能强一点 一个另外的人可以帮着看 但是如果是单秒的话 就就像我说的 需要一些什么炸花啊 什么小箭筒之类的东西 排排这个宝的顺序啊 都会记得很清楚 你只有秒的时间长了 你才会记得很清楚啊 来准备好 一个独标 张辽单秒 前手 这个很多人说问这个 张如果是如果是张辽单 不是单秒啊 如果是这个 周安壮的话呢 这都放在哪里 这两个周安壮呢 一个肯定是要放在左辞 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周安壮呢 是要这个放在这个 这个单秒环盖啊 这个 人家说张辽单秒环盖啊 张张辽这个赞落头脚的时刻 这时候呢 卖卖血 减一下之后的马上就是 我们这一关的这个 真正是秒杀之关啊 这只能利用秒杀 升级大爆气 为什么 为什么左辞这么多血 也可以被秒了 因为因为他的就是怕火 怕火怕爆 你呀呀 你呀呀 呀 太疼了啊 好了 这个放个天盾 卡中无敌不说呢 还能多长点分数啊 涨了一万 这个需要升级嘛 所以说就要稍微的控制 下段来勾引 这个豹子啊 这个肯定是要捅一捅 控制好分数 这个张辽要升到十一级的节奏啊 好吧 看看一个土雷 分数差不多了就够了啊 跳A 前前 他正常刷分的时候啊 挑A前前 这个是特别靠谱的啊 您说是700分的节奏 还不到7分啊 准备好 好像现在分数差不多了 准备好让他窜过来 后哈 然后到背对着自己 太轻丹金 傀儡娃娃 来降通明 一个毒好的十一级 十二十一 然后再十一 倒转后轮 呀 好的 这些崩子 一屁崩子啊 这个 就被脑 赶紧脑一下 这时候赶紧脑 哎呀 张疗没被脑几下啊 这时候 你该脑就点脑啊 你不脑对吧 你懂的啊 哎呀 大哥 你吃不满的 你咋 我感觉赵云太天真了啊 你吃一个包 那一个包子就是一个大腿 你知道吗 他他还得抡一下 生怕自己吃了分了 好了 因为刚才不小心吃了三千嘛啊 所以说看看现在呢 这边是 雪战独荆州 这关 这关对于咱们大会来说呢 啊 好像 好像已经不太陌生了吧 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 基本上在游戏厅里面 你经常会看见前前四十分钟啊 你看到的这个画面呢 是就是 赤壁的熊熊烈火 粉碎了曹操霸业 魏蜀如三国争霸 从此 切开训练啊 然后等着呢 啊 然后船上 啊 然后然后然后 这那的 这一关的基本上 你基本上还有 给有单个小时啊 你会看到 或者是一个小时 或者是两个小时 但我最多看过 就是一天的 从早上这个九点钟钟开始 一直到晚上七点 就是一直有人投币 就给祝格亮投币 你知道吧 就上排名 你知道吗 就是 就在那个一会儿 那个一马平川 那个草原 上啊 这个有一个跑马的汉子啊 带了一帮小胖子啊 三个小胖子啊 三个小胖子 非常直 我被烧死之后呢 马上就叫自 就马上又转身回来啊 马上洗吧 洗吧 回来又被烧 就那个人盾给他呜呜 手啊 就是我经过非正式统计啊 据说在据说当时 这个三国战纪啊 在这个阶级时代呢 平均每年啊 在许楚那儿死的小胖子啊 应该说每年啊 应该得有这个 得有这个上亿啊 哈哈哈哈 每年那种上亿啊 就所有的游戏啊 小胖子死亡个是我啊 哈哈哈哈 弄小的吧啊 当然这都是非正式统计啊 咱们也不要 不要记得太深刻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关接下来许楚的话呢 他难点的 对于张辽和赵云来讲 难点的其实 也就是仅仅在于 追递吧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来看 接下来是 呃 再次的刷分时机 刷分的时候呢 赵云 不是赵云啊 就说赵云 这个打分呢 其实如果一开始 拿到好的 就就就就行 如果打不好 怎么办 如果打不好呢 就是可以让这个张辽 帮忙推一下啊 就比如说你打了 你打了两个怪 或者三个怪 后面有一个骑兵 这时候张辽就用牵牵腿啊 把你把这个骑兵给你顶 顶 就顶了一下啊 就好 就是我 我曾经解说就好比你们看什么了 看那个就那种自拍 那个小小一片 就片对吧 对吧 就那种 哎 就是 哎 有两个女的一个男的 然后 然后 然后另外一个女的从后面推 那个男的屁股啊 哈哈哈 你懂吗 其实主要是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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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拍或者自拍的天呢 一般来讲都是这种 就是楼凤啊 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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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出的系列啊 就是 嗯 目的呢 其实让你快点出来啊 你懂的啊 快点出来啊 好了 可以看到现在的这边是马上了这个这个就是草原啊 爱上了一批野马 可是他家里没有草原 你说你就是我最近去那个洞园看那个小马 啊 就跟小马 你知道吗 就那 就就可能去 可能听说那个相声艺术家啊 这个余谦啊 这余老师啊 这这 他养了一批小马啊 这个小马啊 我就去就是这马 用多少草原 是吗 好 看现在这个打死底边的车 然后这地方就可以无限的刷分 但说刷分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估计 呃 张辽 你看张辽的压力就是蛮大的啊 他是需要这个 呃 需要打这个小胖子进行这个升到12级 然后哎 卧槽 啊 这个啊 那要用加湿器了 其实这个刷分最好是单A两下 然后跳A 然后A两下跳A前进手 那最好 我觉得最好是这样了 A两下跳A 然后前进手 可是他这么连也无所谓了 A两下下蹲两下 因为下蹲A呢 打的这个也非常快 非常疼 呃 咱们看看 这个 怎么去解释吧 这个 反正那你就只能让张辽刷13级了 每一个人升级都有一个谱 就说一共有两种啊 但你们去看一下每个人升级的那个表格 在摆杜上啊 可以搜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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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标啊升级 他升级的这个这个这个表格不一样 而且每个人打的分数也不一样 有人打是两百分 有人打是一百分啊 对 特别像马超啊 马超上来就伸出自己的神之神之双手 然后用一个单身道个的这个好几 对吧 应该说好几十好几十年的单身单身手啊 这个冰冰的你啊 所以说只能摸到一百分 你懂吗 这小胖的无限刷 这就没办法啊 你随谁让你刚才没控制好自己的分数啊 这只能是等时三级了 加石器 小沙漏 这个最开始 你们还玩那个119啊 117或者115或者17版本 这个小沙漏一加时间 哇 98秒啊 觉得那个小沙漏时间非常长 这个就是快难啊 这个沙漏明显就是快难 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方式 A两下跳A前前手 快到分数了 你看这张疗刷刷分真慢啊 准备好小沙漏 差不多了 马上快到了 准备好 13级 然后站在两个车中间这个这个这个右上脚的位置上 现在赵云呢可以拆车 对完之后呢 五个车啊 他先给张辽卡成乌敌 然后不点 这时候再把车一拆五个胖子啊 五个胖子之后呢 一般来讲是张张脚筋的节奏啊 一般来讲是张脚筋给他磕掉 没有用 还是选择用单A 飞轮 三个时 准备好 好 在哪里上来 为什么一定要放羽涅呢 因为骑手特别难起 为了安全啊 还是要这个 还是 还是为了要这个放隐身一的啊 如果而是位置不好 还要再放真与你 一个毒瓶来江通明 到着混乱升级暴气 然后张疗要追地 调起来在前 而且他需要三锥 他需要三锥 因为许楚非常的肉 你打血打得非常少 就算你暴气打得非常少 调起来打疯胆是好的 第三锥的时候 赵云是过来帮了一把手 这样的话 这一关其实啊 这个怎么说呢 也是挺坎坷的啊 来看看金中城 一会儿对于这个一货和二货 不明不明真相的 这个围观群众的 经常会问小王 说这个梦祸 为什么打死之后呢 咱们这出来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个二货 而这个马呢 就是在传仓里面 就打了个月级的时候 为什么不这么搞呢 因为打月级的时候 经常你打过了半血之后 他的记忆点是过半血 就算你给他打死了 再进行再出来 他还是半血 就是你懂吗 他就是记忆点 在半血当中啊 就是所以说呢 你一个半血的暴損 对吧 你你怎么秒啊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你赵云 第二你秒他 你假设他是满血的啊 就假设你把设计成满血的 你秒差他的方式 对吧 诸葛亮需要升级 升级爆气 你这个你其他人呢 是需要升级爆气爆气 你哪有那种土豪啊 这个对吧 又升级又爆气 又升级又爆气的啊 所以说你没办法 你就算你给你两个秒 秒马的机会 你秒不了了 你真秒不了 你只要没有升级 你就废了 对吧 没有升级 你就嘎嘎嘎打 除非是你四个人秒长 如果四个人秒的话 对吧 一个 你假设一个人爆气 对吧 假设一个人 假设一个人练这个超皮茶 赵云的超皮茶 三个人爆气 然后再加这个酒壶的爆气 那那你又比了啊 那你又比了 那没谁了啊 但是咱们没试过啊 咱没试过 咱们就不做任何的手段啊 不懂 弄巧了吧 好了 看看 接下来呢 是准备秒一货 一货的绕过来之后啊 他他难点的在于 这个看兵 秒一货呢 谁都会 先是用准备杖起手 然后一锥 一锥 打一个满联 二锥的时候呢 可以这个往回打 二锥的时候呢 是锥地回身反A 然后跳A大魂展翅 前前锥地 这这这种节奏啊 但这种这种秒啥 这种这种这个节奏呢 如果一旦你起手 假设你的准备杖没打中 那你就要 你就要用飞轮起手换套路 或者你直接打换套路 这个单秒呢 经常会有一些 这个这个绝带高手啊 非常能忍或者像那种 咱们做过那个天下无敌 踏死软件单秒的时候 一边在垂直的上方 因为你只要能跑 是最牛逼的 如果你在正常线 咱们站在这个车 刚才路过那个位置 三花中间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那你一个不小心 你就对吧 你往上走走慢了 你就会脱出来 好了 一锥打满帘 挑起来 呆 挑起来 然后再写上回答 挑起来大鹏 胖赤 回身一个追递死了 然后马上就往上走 往上走不等同于跑 你知道吗 他并不是咱们想象中那么快吧 啊 好了 面对面对这个屋里面啊 咱们的这个 和氏币呢 也要即将告一段落了 没必用了啊 该扔则扔 其实和氏币也有一个用处 就是他免 他可以减免这个 所受到的 这个一定的这个火焰 和这个爆炸的伤害啊 是这样的 接下来里面 咱们说啊 出去之后二货呢 就比较简单了 二货呢 纯是靠这个看兵 你看兵的话呢 基本上赵云这时候就可以飞轮秒了啊 反正不用把他打到酒楼外面 这个比较简单 好了 他操作出现了失误 人参 还有一本封书 打箱子 为什么要让这个 为什么要让这个赵云打呢 因为只有他控 这个他不用考虑怎么控分的问题 但是赵云控分更难 因为你看 尤其是打这个刁蝉之前啊 他这个升级 一定要掌握好 对吧 你们懂吧啊 好了 飞轮来像五个大炮 张辽追第一条 哎呦 我去 张辽赶紧写啥啊 两个 哎呦 我去 这老虎扑的 非常靠谱 跳起来 前手 这个配合起来 也是 相 这应该说 相互配合啊 这是团队合作啊 可以在此刻 看到非常重要 那老虎 多变态 这个这个这个难度的 AI啊 不是咱们像普通难度那么简单啊 这个难度的AI确实很变态 好了 出去之后呢 咱们前面说过啊 是需要放赵安壮 然后张辽来打这个 黄盖的秒杀 也就是说张辽的单秒黄盖 这个需要赵云起手 然后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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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赵安壮 所以说赵安壮呢 赵安壮是在赵云手上 第一个赵安壮呢 张辽手上呢 是在 左辞那个地方放 这个放了 所以说呢 一定要把江云印发给这个赵云 江云印可以延长赵安壮的 这个持续时间 来 怎么看 现在面对黄盖 准备好一周 这个位置不错 等他等他再攻攻来啊 哎 这个暴气也好的 他先手暴气 先手暴气呢 持续的时间 正好可以卡到那个位置上 准备好 诶 独标没成 再独标好的 赵安壮 横扫 横扫 这不是应该说前方边十 前手 打四点 四到一试的节奏 追地起来 打血不是很多 你看他现在是没有气了 可是他最后一次 就这一次特别狠 他这不是 不是最后一次追 但是他这一次 确实狠到爆啊 调起来 一根 前手 直接净得打滚轮 他俩这个秒查方式 比较新颖 还是第一次见啊 正常来讲 最好还是在角落里 一个毒给他打好 打好之后 张辽直接起手 而不是这个 秦王边十起手 所以说他 他走到这一步呢 只能有两个人来配合 所以说你看 经常景仰这个人呢 他就是套路一堆一堆的啊 就是套路太多了啊 说你正常来讲 也可以赵云起手 也可以这个张辽 这个赵安壮起手 反正秒他呢啊 正常来讲 确实应该放个赵安壮啊 确实得放个赵安壮的 三国归一口 张武元年秋啊 这个 呃 张武二年了 这就是啊 张武就是刘备的 这个虚构的剧情 咱们就不去 不去说那个有的没了啊 肖瑶金 咱看这个 按照剧情发展的 就是已经收复 这个 能不能叫收复 应该说 平定这个 平定江南 开始北伐 反正是 咱们人类历史上 很多次北伐都没有成功啊 你懂的啊 接下来呢 看看是 算算啊 马王月奇 然后是 魏妍 其实这四个帽子当中呢 最应该说最简单的马王 咱们就不解释了啊 其次呢 我倒认为是曹操 你别看他血都啊 好多人就是在这儿啊 就没谁了啊 好了张良在这里 放了个天顿 天顿 明显有点像火神祝容啊 捡起来 打这里面的啊 秒杀里面啊 肯定就秒杀的路线 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很多人说秒杀能走电门吗 当然不能走了 你魏妍打不打了 是不是啊 然后走过来之后 不是不是魏妍打不打了啊 你你你 你现在是 你现在是那个马 你都打不着 你咋整啊 是不是啊 好了 一堆这个大大胡的兵 小时候怎么看 怎么看 怎么觉得这个 这个兵是女的吧 这后来怎么还找 胡子落腮胡子啊 连臂落腮胡 你说这这真得啊 就是解释不了 有时候我感觉我的 我的这个 我这个观察力啊 有点有点有 有点有失水准 包括你玩了 那个玄黄里 那个king 啊 就不知道是男的是女的啊 就是你懂的吧啊 还有那个小包啊 也不知道是男的 就是那个 KF99里面 那个有 有个带个小小暴童的帽子啊 那个小小孩啊 后来我看了公 这个不知火武之公园 野战 我才知道发现啊 原来这个 原来这个小孩儿 呵呵 原来这个小孩儿 是小男孩儿啊 就是你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看这个 接下来是马 马这个地方呢 应该属于先要进去吧 所以说在在苗马的过程当中呢 咱们张辽也是要升级 暴气加暴气 也就是加这个酒窟 所以说呢 他对于这个呃 他对于这个这个空分呢 也是比较要求的 在这里呢 他所以说刚才你看 他刚才在那个位置上 放了一个这个人顿 人顿烧了四个单位 就是两万分 对于分数来讲啊 确实他到某一个阶段 升升升升级呢 都是对吧 都是固定的 所以说他一定要把这个 分数控制好 要不然啊 你想想哪有这么简单的啊 三国战机秒杀呢 除了他个人因素之外 团队因素之外呢 最重要的就是有个理论基础啊 这是无数个这个秒杀前辈啊 摸爬滚打摸出来的 这么一个套路啊 不是说凭空而来的 官方给出了这么一个玩法 这不可能 都是利用一些 某些的小bug小技巧 然后呢 我玩法就追求一种极致吗 你懂的好了 先放一个炸花 在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了 为什么放一个炸花 放一个炸花看宝 这时候呢 放一个盾书 把屏幕卡成一个大头贴 这的话呢 这个张辽本身是升到 是5级升级了 但是他不自动升级 因为他看宝嘛 看宝就不能升级了 或者下蹲 他为什么要看宝呢 因为一会儿啊 他蹲着的时候呢 没法报气 为了防止自己出现错误啊 反正也是无敌的啊 反正也是无敌的 准备好 一个毒标爆气 都打倒软扣轮 爆气升级 然后再爆气 很赖啊 这时候一旦守年了啊 你守年你就废了 守年什么意思啊 正常爆气 不是先爆气再升级 或者再升级爆气 然后再爆气吗 可是这个 有的人一旦懵了 一个升级之后 先放宝了 放完宝了 你就没法爆气了 对吧 你酒葫芦 你爆完气 你可以放酒葫芦 但是 但是你 你爆 你放完酒葫芦 但是你 你如果放完酒葫芦 再爆气 你就爆不了了 这就太吵了 其实如果要是 你把这个游戏解锁 就爆气和升级 给它加成一个招 其实现在三国战机 2012啊 这个双二改版的游戏当中呢 就已经出现了 这个这个招式 就张辽有张辽 有一个招式啊 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 就是叫做这个 就是传说中的这个 这个宝啊 不是宝 传说中这个 他有一个复制 咱们先不说啊 可能也不能说赖啊 可能说是一个 一个小小小小技巧吧 其实也没什么赖的 那个宝 遍地都是他赖就赖到那点 可以无限爆气 可以可以 棒棒棒棒 就这么爆气 那个爆气是一个招 打人不费血 但是能把人崩倒 或者说是对吧 你懂的 或者说能这个 能这个重制 这个对方的必杀 也是出现了那种 赵云放倒软困轮 最可使的赵云放倒软困轮 也不用费气啊 就这个事 想多了啊 这个事确实恶心啊 就是版本非常变态 但升级的那个效果 如果要是加到了技能当中 你可以随意控制升级 那咱们菜鸟也可进行秒杀了 假设你做一个 做一个一键升级版本啊 你可以这个就像玩 那个地下城一样啊 用那个什么ce啊 改出来这么一个程序 就是比如说你 比如说你用某个道具 或者练某个招呢 他最后的出现 是某另外一个技能 你把这玩意加进去 你只需要加一个升级 这个游戏就变太逼了啊 人人人人的boss 每次一落下来 落到赵云的那个 道转库轮上 你叭叭升级啊 哎呦 那还玩毛啊 是吧 那玩毛啊 那那真是那真是神党 杀杀杀神佛啊 佛佛党杀佛啊 就是各种秒啊 好了 一个太平要术 其他身上本身就只有一个 太平要术了 给他直接卡 给赵云卡成无敌 这个地方 呃 秒被炎 其实看兵是一个 是很有技巧的 准备好 好 看看 飞轮起手 鸽扎滚轮 直接爆气 倒气跳起来 大风展翅 跳A再大跑 好了 这边放小毒品啊 最后一次追递 跳起来 那个小兵很危险 大风展翅 血杀 再来 跳起来 好的毒品 追大风展翅 打死 他们这个呢 完全没有借助到 这个后期啊 完全没有借助到 这个外力 比如说像道具的因素 他每次都会落一个小兵 但是也不得不说 运气是一个关键 最主要的 就算运气不好啊 这个张辽拼了命的 也要用血杀啊 去去管 血杀的是最稳的啊 记住 因为血杀最稳 因为你无敌吧 对吧 好了 看看最后一个地图 最后的这个地图呢 相信大家 都不是很陌生的啊 最后的这个地图呢 对于咱们大家会来说 就是有一个非常恶心的地方 就是说 你要把所有的宝啊 这没有用的宝都放完 因为你真的是没有用吗 你懂吗 真的没有用 然后看看怎么情况 一个炸花 啊 等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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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节奏啊 好了 再再放炸花 接下来是司马仪的节奏 司马仪呢对于咱们来说啊 就是说云料组和秒杀 就是难点在于 最开始找机会固定的时候呢 这个可能有一点特别难啊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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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呢 这个棋手蒙逼了 假设病还没卡住 就那个小胖子一旦没卡住 没卡好 那后果是不堪设想 但是一般来讲 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啊 极难会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需要一个盾输 咱们还现在盾输之后 调起来 呃 一会儿要放一个天盾 哎 你看看 现在就放了啊 啊 放的是地盾 先把他卡成无敌 他这 他不用了啊 一会儿 一会儿有个天盾的小伙儿啊 其实不用卡天盾也行 天盾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给他丘住啊 血沙 再调起来 他现在连续用血沙 放起这个金盔要略呢 其实也就这么回事吧 一会儿呢 他要爆 他要直接哪吒滚轮起手 然后呢 用这个什么暴气 用这个酒壶的暴气 用这个杜康酒来暴气 来看看 怎么情况 一聊起来 先把这个忍者殿 然后拉到左下 然后再右下 这个套路啊 都非常的稳 张辽还是一直在跑 于聂固定好 等他等他练 练一个破招 然后练练飞轮 能打滚轮 不是飞轮啊 这个能打滚轮 调起来 杜康酒调起来 好大黄斩翅 小一大黄斩翅 血沙 张辽追地 回山一跳 其实挑挑挑两下 白接白鹤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对于咱们 赵云的操作 还是比较变态的 而且你说 白鹤亮斥的时间 掌握得一样好 好了 再暴气 他这个张辽 已经之前 已经暴过一次气了 为什么在这 还要再暴气呢 这个没办法啊 因为这个人 比较变态嘛 因为司马仪嘛 你懂的啊 这个双暴气 采用这个双暴气的节奏啊 来看看 最后的节奏 是打曹操 曹操啊 这个在咱们 这个游戏当中呢 其实属于 一个比较简单的 暴气 就算任何的 任何的玩家 基本上打到这个位置 宝都留到最后 你你该用 你点用 对吧 你都用完了 是不是啊 你该用点用 但是如果正常 对于咱们来说呢 你若玩这个 秒杀来说呢 它也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你看 比如说在这里面 这也是刘勒宝 张灵剑 隐身一 傀儡娃娃娃 张灵剑啊 就这么点 加上赵云三颗器啊 就是这个可以了啊 这个好的 准备好飞轮 到哪吒滚轮 暴气 这边反暴一下 大红战痴 他要三颗器的目的 就是第一次 先是哪吒滚轮 飞轮之后 哪吒滚轮 然后呢 这个对吧 这个 他对方暴气 他在暴气 最后一次追地 然后调起来大斗轮昆仑 张灵剑二三四五点点点点点点 好的 不用点了啊 再点的话 反正也点那个 替亚兵了啊 这样的话呢 直接就是秒杀曹操结束 最终呢 咱们也是天王难度 秒二十啊 来自于景仰和干斯尼啊 这个最终呢 咱们秒杀成功 也是在最后呢 跟大家说一声啊 这个大神的 虽然说容易坑 但是嗯 毕竟啊 你要尊重人的劳动成果啊 坑了一年多啊 他乘一次 也是经典 毕竟是技术换来的东西 有的时候呢 伴随着一点厄运呢 比如说向小狼来袭呀 那没办法啊 说坑你就坑你 你就有点紧张 是去说白就是 好了 最终呢 咱们也是秒杀了 所有的boss 二十通关啊 也是再次感谢大家 会支持小狼解说 在这里呢 也是BB一个多小时了啊 累逼了啊 当时我就懵逼了 咱们还是下期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大家